战姆斯明天将回归克利夫兰克在老东甲,不过其实早已经飞西比,正是自战姆斯离开就可以预见到的连锁反应,到联盟第一人离队,其实面临的不仅是失去争惯的希望,还有彻底重建的风险。 新赛期开始仅短短一个月时间,骑士已经解雇了泰伦路,还将多位老将摆上了货架,白朗已经成了最现实的复兴道路,詹姆斯战旧主本不缺看点,但是实力悬殊已经让比赛失去了悬念,另外,詹姆斯和好兄弟们的重逢也难以实现。 今天,骑士对发表声明,宣布他们已经和JR史密斯分道扬镳,而乐福也正处于两伤阶段,同样不会出战明天的比赛。 TT的惊吓张姆斯离开后曾表示,他将成为骑士老大,当时觉得可笑如今却可能成现实,TT成为老大并非靠实力上位,而是靠资历再加那么一点运气。 前提是乐福JR休战,塞克斯队与一威风,骑士群龙无首。 虽然骑士内部和外界,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事实,但是,张姆斯曾经的四个待遇骑士队内,只有TT能够享受。 首先,TT是元老级的球员,一代骑士效力八年,是跟正苗红的骑士迪系,其他人最多五年,TT理应享受一些元老的待遇。 第二个待遇是总冠军球员的特殊礼遇,TT是功臣,这是无庸置疑的。 目前骑士唯一第一面总冠军旗帜,有他的一份功劳,由于乐福和JR暂时不能出战,TT成了唯一一名仍然能够代表。 骑士出战的总冠军成员,弗莱虽然又回到了骑士阵中,但本赛季一共仅获得过三次出场机会,早已看出了轮转阵容。 第三个待遇是绝对阻力,要当老道还需要拿实力说话,TT本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,场军可以拿到10.1分,10.6个篮板的两刷数据,是骑士目前的头号内线。 还有一项数据值得注意,骑士队内只有TT和胡德首发出战,了全部15场比赛。 而TT的场军出场时间要高于胡德,既保证首发又保证出场时间。 这就是核心待遇,第四个待遇是媒体和球尼的追捧,乐谷是骑士的头号球星,赛克斯顿是骑士绿捧的未来星星,但两人都没有太多花边新门可攻挖掘,因此曝光度不高,TT的不一样,卡带山的话题可以随时让他上头瞧,哪怕是分手。 而球尼也很买TT的账,TT在洛杉矶夜店做了追梦格林,球尼甚至自发为他举办游行,这些待遇似乎是詹姆斯才该享受的,TT运气不错过了一把老大的瘾。